我们一起来感谢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阿们 能够来到神的家一起的敬拜 是一个非常开心喜乐的事 阿们 我们开心吗 哈利路亚 我们相信呢 每一次我们来到这里呢 神都有美好的东西要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这里呢 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也很高兴的看到在我们当中 刚才的影片 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当中 做许多奇妙的事情 OK 洗礼呢是一个 我们立志在神的面前 离开这个世界 回到神的家中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 所以呢那些受洗礼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恭喜你们 开始了 开始了这一个十字架的道路 开始在领受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祝福 阿们 哈利路亚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会跟大家来 继续的来看神的话语 借着神的话呢 让我们知道 神的心意是什么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 撒种 以首歌 让我们来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掌权 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在我们当中用你自己的话 你的圣灵来亲自的教导我们 提升我们 使到我们借着你的话 你的灵 我们不断的成长 使到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 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 主啊使用我们这一般神你所喜爱的儿女们 让我们被神你来兴起 成为这个末世神你能够使用的精兵 在这个国度里面 为神你作战 为神你打这场美好的圣战 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将这个时间分别为圣 让你亲自来长完全这个时候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晚上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是 撒种与收割 我们知道呢 这个的撒种 我们看到撒种 必定会有收割 那么我们假如不撒种的话 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收割 那么今天我们先来看 讲到撒种跟收割呢 我们来看农夫的信念是什么 当中有农夫吗 没有啊 刚才你们有说有 耕种种菜的那一个 OK 所以你们有撒种 有种的话 你一定会有收割的 所以呢我们种瓜 就会得什么 得瓜 OK 我们种瓜 不会得其他的东西的 你种瓜一定会得瓜 今天你要祝福的话 你必须要怎么样 你必须要种 你要得的话 你必须要有种 你没有种的话 你就不会得 OK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要得到最好的话 我们就要种 最好的 我们这次港呢 有很多都是农民 他们很出名的是种榴莲 那么他们都花很长的时间 在找一些很有价值 品种很好的来种 有没有农夫种那些随便的甘榜种 没有的 一些聪明的农夫 他们就会找一些比较好的 比较之前的 有人吃的 OK 好味道的来种 这是一个聪明的农夫 所以呢 我们假如要得着好的 一定要什么 种好的 今天我们要不要从神那里得到最好的 每一个人都要 阿们 所以呢 今天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必须要种好的 你一定能够得好的 哈利路呀 好 我们要得喜乐的话 我们一定要种喜乐 我们要得信心的话 我们一定要种这一个的信心 将神的话种在我们里面 因为信心是借着神的话而来 信心是借着这一个的苦难而来 那么今天神在我们的身上 种什么呢 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呢 就是将主的爱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我们今天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所以呢 我们今天得着了神在我们当中所栽种的这一个的爱 在神当中呢 在神里面呢 就是他盼望从他的子民当中 得着我们的爱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爱神 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今天能够爱神是应该的 因为神已经种下了这个爱在我们当中 他盼望从我们当中得回这个爱他的心 所以呢今天我们有没有耶稣 有 我们有没有爱他 当我们说我们爱耶稣 我们怎么样的爱他呢 我们说我们爱耶稣 大家都说我很爱耶稣 歌也唱了我很爱耶稣 那么怎样爱他 我们说我们爱耶稣 我们说我们爱耶稣 我们就会听他的话 我们说我们爱耶稣 就会将最好的给他 阿们 你爱一个人 一定将你最好的给那一个人 因为你爱他吗 OK 当你说你爱他 你就会听他的话 所以呢 这就是所谓的爱 今天主耶稣非常的爱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 今天我们要让神来让我们看到 我们是否爱他 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爱他 好我们来看 为什么会有收歌 为什么你能够有收歌 因为你有 你有中 为什么今天你能够有收歌 因为你有中 你有中就会有收 若是我什么都不中 我有得收吗 没有得收的 OK 那么假如今天我要我收歌的东西 我所种出来的东西 我的农作物要最好的 OK 我就要怎么样 选最好的种 刚才我已经讲了 因为好种 才能够收到好的果 这个是非常好的果 所以他必须要有好种 才有好果 有种才有收 来我们来看 啥种收歌的原则 看圣经怎么样跟我们说 加拿大书第六章 七到第九节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因为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顺着肉体撒种 必收肉体收败坏 顺着圣灵撒种 必从圣灵收永生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因为若不灰心 到了适当的时候 必有收成 圣经讲得很清楚 你种什么 就会得什么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今天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要得好的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种的是什么 OK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若是我们随着我们的肉体 去撒种的话 圣经说我们就收到败坏 随着肉体 就按照自己的意思 没有按照圣灵的意思去做的话 那么我们收到的就是败坏 若是我们按照圣灵的意思 圣灵的带领去撒种去做的话 我们就会收到永生 OK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撒什么 决定 你收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圣经一个例子 上帝要求亚伯拉罕 献上最好的 当我们听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 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 有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一个例子 就是他献上他的度生儿子 在创世纪22章9到12节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 亚伯拉罕在那里祝坛 把财摆好 滚绑他的儿子以杀 放在坛的财上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 要杀他的儿子 耶和华的食指从天上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 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因为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 这是呢 亚伯拉罕 神告诉他 你要将你的独生的儿子来献上给我 从神吩咐亚伯拉罕将他的独生者献上给他 我们就知道神都对我们 对你 对我 都有一个要求 就是我们要献给神 就要献最 最好还是最坏 最好的 你知道吗 这个以撒对亚伯拉罕说重要不重要 年老得子啊 所以呢是非常重要 他是独生儿子来的 是他的宝贝来的 他这一生章中最宝贝的 是他的独生儿子 但是神说你要将他献上 因为我要的是最好的 他没有叫他献上以色玛利 知道以色玛利是谁吗 他要的是以撒 神要求说我要最好的 要不然有顺负吗 要不然顺负了 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 因为你没有将这个你最宝贝 你认为最重要的 最伤好的不给我 所以他越纳 亚伯拉罕所献上 而且我们从这里看到 亚伯拉罕他的献上 得着了上帝的心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当一个人 他将最好的献上给神的时候 他就能够得着上帝的心 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献上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得着神的心呢 我们说我们献上 我们有没有感动神呢 还是我们随随便便在献上呢 OK我们来看 当一个他愿意将最好的给神 当一个他愿意顺服神 当一个他得着神的心 的后果是什么 OK我们来看 在创世纪22章16节 亚伯拉罕说你既行了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 论服 我便赐大福给你 亚伯拉罕他将他的儿子 没有条件的按着神圣灵的告诉他 他就这样献上了 将最好的献上 那么呢 圣经说 论服 我便赐大福给你 因着他的顺服 因着他愿意给最好的给神 因着他得着了上帝的心 神将祝福赐给他 赐给他的家庭 今天你要神的祝福吗 每一个人都要 我也要 但是神要的就是 我们要将最好的给他 我们要献上的是 真正的摸着 得着神的心 另外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论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心 海边的沙 你子孙必得 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都 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圣经讲得很清楚 不单单他自己得福 连他的子子孙孙都蒙福 神说你为子孙满堂 我们中国人 讲到福的时候 什么是福 子孙满堂是不是福 所以呢你看 当我们愿意献上最好的 当我们种下最好的 当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心的时候 神将这个祝福不单单是给你 连你的后代 很多我们 在我们那里了 他都很忙碌 每一天都做工 赚多多钱 买很多的塑胶山 买很多的油棕园 为了要给他的后代 让他死的过后 他的后代能够有的吃 有的用 因为我们挂虑是说 我走了 不知道我的孩子有的吃吗 所以就很努力的赚钱 但是今天神告诉你 你要你的子孙蒙福吗 现在你要开始种 神说当你种下去的时候 不单单你蒙福 连你的子孙都蒙福 阿们 你不用这样辛苦牢牢绿绿去预备很多的这些的产业给他 你只要愿意的在这个时候 你种下最好的给神 神就会纪念他们 阿们 我们继续的看 上帝纪念他所立的约 书来记记第二章二十三节 过了多年 埃及亡死了 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 他的哀求达到神 神听他的哀求 就纪念他于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所立的约 神看顾以色列人 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你看 这里是讲到什么呢 这里是讲到 以色列子民 他们慢慢的 因为饥荒在他住的地方有饥荒 有饥荒呢 就慢慢移到埃及 移到埃及了之后呢 当时圣经告诉我们说 那个埃及王死了 死了过后呢 这一班以色列子民就在埃及做奴才 OK 圣经讲他们做奴才 他们做砖 非常的苦 被鞭打 所以呢 这一班 以色列子民在那里呢 他就求告上帝 上帝啊 我们很苦啊 我们在他们这个国家做苦工啊 上帝啊 你来救我们 上帝有没有救他们 有救吗 上帝有没有听他们的祷告 有 上帝为什么听他们的祷告 听他们的哀求 为什么呢 圣经说因为他纪念亚伯拉罕 他纪念亚伯拉罕所立的月 亚伯拉罕所做的一切 他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种下了 已经啥种已经种下了好的给主 他所做的得上帝的心 结果神纪念亚伯拉罕的后裔 听他们的祷告 听他们的呼求 结果他用谁带他们出去 他用谁 他已经兴起谁带这班一世子民离开 摩西 你看亚伯拉罕他之前所做的 神纪念 而且呢 因着他所做的祝福临到他的后裔 所以今天你种什么 会影响你的后代 你要你的后代蒙福 今天你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栽种好的给神 将最好的献给主 这个是神的应许在他的话语里面 所以呢 我们要非常的感谢神 因着亚伯拉罕 神随听他们的祷告 因着你所做的 神随听你子孙的祷告 Amen 所以呢 神安排了摩西 带领这一班人离开了这个埃及 所以我们非常的重要 从神的话我们看到 神是一个非常纪念爱我们的神 我们继续的看 上帝怎么样继续的照顾亚伯拉罕的子孙呢 在诗篇10537到44 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 他自败中没有一个软弱的 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变欢喜 原来埃及惧怕他们 他铺张银彩当遮盖 夜间使火光照他们一求 他就使因安春飞来 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保足 他打开磐石水旧涌住 在干旱之地水流成河 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员和他的仆人 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 带领选民欢呼全网 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 他们便承受众民劳虑得来的 我们看到 以色列子民被带出来在哪里 在哪里 在旷野对吗 当他们走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什么东西在带领他们 神让什么带领他们 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来引导他们 在旷野里面没有得吃没有水喝 神预备什么 神预备水 神预备肉给他们吃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神为什么能够这样如此的供应他们呢 因为都因他纪念他圣员和他的仆人 亚伯拉罕 因亚伯拉罕所做的一切 神纪念他们 使到他的后裔 没有任何的缺乏 在旷野里面很多的缺乏 但是因着他纪念亚伯拉罕所种的一切 因着亚伯拉罕所做的一切 神让他的后裔没有任何的缺乏 阿们 你的后裔不会有缺乏的 若是你好好的栽种 将最好的给神 将来做到一个地步来讨神的喜悦 神一定会纪念 不会让他们挨饿的 不会让他们口渴 不会让他们饥饿的 阿们 哈利路亚 说我们的神好不好 好好的追求他 好好的来服侍他 好好地来认识他 尽心尽意尽力地来爱他 阿们 神不会亏待你的 我们再来看 一个 一个 另外一个例子 这里我们是看到神怎么样的祝福 爱他 的人 将就要献给他的人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亚马利人 OK 亚马利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呢 上帝恨恶亚马利人 我们来看这个圣经 为什么上帝这么恨他 为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 上帝怎么样的祝福亚伯兰 怎么样的爱他 怎样供应他 怎样照顾他 怎么样的纪念他 现在我们来看 亚马利人为什么神恨他 OK 来我们看生命纪二十五十七到十九节 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亚马利人在路上怎样带你 他们在路上遇见你 趁你皮发困券 记杀你后 静后边软弱的人 并不敬畏神 所以耶和华女神使你不被 视为一切的仇敌 骚扰 在耶和华女神赐你为月的地上 得享平安 那时你要将亚马利人的名号 从天下涂灭 不可忘记 亚马利人做了些什么 当神的子民从埃及走出来的时候 这班亚马利人他怎样做呢 他从后面 将那些这班 以色列子民那些残缺的 那些老的 那些比较弱的 他从后面攻将他们杀掉 神非常爱以色列子民 但是亚马利人 他不敬畏神 将这一班人来杀掉 所以神非常非常的恨恶他们 神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说你们要将亚马利人的这个名号 完全的除掉 不要再有亚马利人出现 这个名号都不可以称 当一个人 当上帝除掉你名字的时候 严重不严重 你还有前途吗 你完全没有前途 亚马利人 神恨的 名字都不可以提 名字要除掉 为什么 因为他欺压 他杀掉神的子民 那些真正相信上帝的 他去杀掉他 所以神非常的厌的 今天有人欺负你 你假如是真正信耶稣的 有人欺压你 有人欺负你 有人想要害你 不要为这一切 不要为这一切来伸冤 神在告诉我们说呢 伸冤在我 我会为你报应的 神告诉我们 所以爱我们的敌人 为我们的敌人祷告 祝福他们 不要我们自己去伸冤 不要我们自己去出头 哇他这样对我 他做初一我做十五 他打我我打回他两拳 不需要 神看顾我们 神看到亚马利人所做的一切 他将他们的名都除掉 神看顾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哈利路亚 神爱我们看顾我们 他不允许敌人欺负我们 他不允许敌人在我们当中 来使到我们被他影响 我们乃是神的子民 神要兴起我们 阿们 神要使到我们做头不做尾 阿们 神要使我们在敌人的面前夸胜 哈利路亚 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 阿们 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信念一定要抓得稳稳 我的神是帮助我的 我的神是看顾我的 他虽然是有敌人 他的为我抵挡 而且使他们消灭 神 在我们当中得荣耀 当以色列第一个王 开始 出来做王的时候 以色列第一个王是谁 是谁 以色列第一个王 忘记了 OK 少罗 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就是少罗 当他做王的时候 上帝给他一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什么 在撒摩基上第15章1到3节 撒摩对少罗说 耶和华差派我高你为王 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 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人做埃及的时候 在路上 亚马利人怎么样带你们 怎么样抵挡你们 我都没忘 现在你要去击打亚马利人 灭尽他们所有的 不可以连续他们 将男女孩童吃奶 牛羊若驼 驴进行杀死 神交代撒罗王做什么 将这一个亚马利人 全部杀掉 一个都不可以留 因为神要将他们的名字 在地上完全被除灭 你说上帝恨不恨这一班人 非常的恨 为什么恨他 因为他欺骗 相信上帝的人 因为他欺骗 相信上帝的人 我们是神的姊妹 亚不然的后裔 我神会保守我们 不允许任何的东西 来在我们的生命中 来影响我们 除非我们给他机会 不然的话 神的保守 在我们每一个人 你我的身上 是完全的 哈利路亚 但是少罗有杀吗 少罗没有杀 少罗就跟这个亚马利人 差不多一样 OK 来我们看 少罗王没有毁灭亚马利人 上罗记上十五章第九节 少罗和百姓界联系雅加 雅加就是亚马利人的王来的 他去到神说要将他杀掉的 他没有将他生生抓回来 活活抓回来 而且呢 他爱惜那些牛羊 那些去到他们那边 看到很多牛羊肥肥美美的 他已经忘记了神要他杀他 把他将肥美的带回来 杀什么 杀那些 残缺的弱的将他们杀尽 这是神的心意吗 是不是神的心意 不是神不要他这样做 神要他全部杀掉 因为神要屠灭他们 你看这一个少罗王啊 他非常的可恶啊 他非常的骄傲 他不听神的话 他去打仗的时候 将好的牛羊留下来 将上好留给自己 还不要紧哦 圣经还告诉我们说 将所拿回来 神不允许他带回来的 这些牛羊来祭拜 献祭给神 所以神更加的生气他 神不会祝福一些不听他的话 悖逆他的人 今天若是你撒下悖逆 你的种子是悖逆的 你的种子是不顺服的 你的种子撒下是神不许愿的 神不会祝福你的 神会在你的生命中 让你经历这一切咒诅 所以呢你看 当少罗不听神的话 照自己意思去做的时候 神非常的怨恶 续绝少罗做王 圣摩记上15章22 23 圣摩说 我们知道当我们撒下一个 当我们撒下不顺服 被逆 上帝就怨弃我们 圣灵不会跟那些 悖逆的人同在 不要觉得不要紧 非常的要紧 当你说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虽然神这样讲 当我们选择 被逆神的时候 神开始怨弃你的时候 圣灵就不会与你同在 当圣灵没有与你同在的时候 你做任何的事情都没有出路的 你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够亨通顺利的 Amen 所以呢我们要成为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开始在你的生命中撒下好的 不要像亚马利人跟这个少罗王一样 因为你种的是什么 你收的也是什么 OK 当神没有与他同在 圣摩就告诉这个 圣摩告诉这个少罗王说 你的国也会离开你 不单单你背逆神 不单单神的灵会离开你 你的国也会离开你啊 严重不严重 他是王来的 因着背逆 因着照自己的意思 因着骄傲 不听神的话 他种下这个的叛逆在当中 结果神离开 圣灵离开 国也离开他 所以你要种好还要种坏 所以呢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好好的来跟随神 服侍神 献上最好的给他 Hallelujah 好我们来看大卫 为什么上帝特别爱大卫呢 大卫在圣经里面说 大卫是一个贺神心意的人 刚才我们看到亚伯拉罕 他得着了神的心 因着顺服 现在我们来看大卫 在大卫的身上 他做了些什么 得到上帝这么来纪念他呢 在诗篇1397-2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我若点数比海沙更多 我睡觉的时候 我睡醒的时候 任何你同在 神啊你不要杀 没有恶人 所以你要好流人血的 离开我去吧 因为他们说恶元顶撞你 你的仇敌也汪称你的名 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呢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话的人 他时时花时间 与神沟通 他敬畏神 处处化得罪神的一个人 你看他在牧羊的时候 时常来敬畏 来敬拜神 在他的生命中 神我们所看到的神能够使用他 连很多人都不敢杀的哥利亚 神透过他能够将哥利亚杀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大卫是跟神的心非常亲近的 所以大卫呢是一个和神心意的 他和神心意 他渴慕神 他追求神 他怕得罪神 时时在神的面前有个存敬畏的心 在诗篇这里 139 21到24节 这里说呢 耶和华恨恶你的 你岂不恨恶他们吗 攻击你的 我岂不争贤他们吗 我切切地恨恶他们 以他为仇敌 神啊求你见着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大卫时常在神的面前 验插他自己的心 他怕得罪神 常常在神的面前 主啊你来验插我的心 在哪里有做的不对的 在哪里有做的不好的 在哪里不合神的心意的 祈求神你告诉我 我们有吗 所以呢 大卫有一个真正 爱主的心 真正可慕追求主的心 所以呢 因为大卫是一个 赫神心意的 神所中庸的 神所 神所喜悦的 一个去面 所以呢 神 纪念大卫 我们看神怎样纪念他 上帝纪念大卫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 第十一节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的救主 就是主基督 这个的大卫城 大卫城就是 那个时候的 不利恒城 在这个不利恒城 耶稣降生在这个的城里面 就是在大卫城里面 所以呢 上帝 纪念大卫 让这一位救主 让这一位万王之王 诞生在这个的城里面 所以呢 所以呢 是一个非常神看重的一个人 是一个赫神心意的人 路加福音十八三十八 他就呼叫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爸 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 不许他做生 他却越发喊叫说 大卫的子孙可怜我爸 在这里我们看到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大卫因为可慕神 大卫因为敬畏神 大卫因为尊重神 大卫知道神的心意 他常常来到神的面前 献上最好的给他 他常常求神 帮助他 悦纳他里面 哪里有不对的 求求神取释他 所以因着他对神的那一种的敬畏 所以神纪念他 连这个的万王之王 都成为他的后裔 你说神看重不看重这个人 看重不看重 非常的看重 在神的心中 大卫是他所爱所纪念的 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一些 若是被神纪念 我们就是蒙福的 哈利路亚 好我们来看 上帝赐大福给亚伯拉罕的子孙 在圣经里面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在创世纪呢 因为这个亚伯拉罕所做的 上帝将大福赐给他的子孙 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子孙 是吗 是不是 我们今天相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 神说他因着亚伯拉罕所做的我们都蒙福 所以我们是不是蒙福的 是 我们是蒙福的 我们来看 在一些的记载当中呢 得这个诺贝尔奖的得奖者 根据这个的统计 在1901年到2000年里面 在他们的统计里面呢 能够得到诺贝尔得奖的人呢 这个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有65.4% 21.1%是犹太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我们今天相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 但是呢 神在这里告诉我 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子孙 所以你看犹太人 人口不多 但是当我们讲到犹太人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 是很有地位 很有智慧 很有钱财的人 阿们 是神祝福的 是蒙上帝祝福的 虽然是亚伯拉罕已经死了很久 但是我们成为他的后裔 成为他的子民 成为他属灵的子孙 我们 你跟我 都是蒙福的 阿们 所以呢 因着 因着亚伯拉罕所做的 我们都得福 因着你在今天 你相信耶稣基督 你所种下的一切 你现在可能没有看到 但是你的子子孙孙 会享受得到 先人种树 后人 什么 蹭凉 先人所做的 后面的人得祝福 所以呢今天 我们在神的面前 神要我们怎么样 神在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相信他的 他要我们居上不居下 做头不做尾 这是神的应许 我每个都是蒙福的 神要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 居上不居下 做头不做尾 这是他的应许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今天 你一定要撒好种 将最好的给神 神就会记念你 好 我们来看 撒什么决定你收的是什么 撒好的 会收好的 但是 如果 我们活在这个属世的体系里面 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 或者是你信主了 你还是活在这个属世的体系里面 有一句话 我们都很懂的 这句话是什么呢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这句话 这里是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人啊 要为自己啊 你不为自己啊 实在是不可以天诛地灭 多么严重 所以为什么今天 我们都会怎么样 我们都会将好的留给谁 上帝 我们都会将上好的留给自己 我们给人东西 给好的还是给不好的 我们都是给不好的别人 好的自己享用 这个是我们在属世的体系的信念来的 你家里买新冰箱 你这个冰箱还可以用 给教会 教会可以用 新的我家用 旧的教会用 是吗 人人都是为自己 每一次做什么 都是先想到的是自己 因为这个属世的体系告诉你 你不畏己天诛地灭的 但是我们今天相信了耶稣基督 神要我们将最好的给谁 给谁 给上帝 当我们去祝福一个人 当我们去帮助一个人 当我们在服事 我们将最好的给上帝的话 我们就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 我们刚才你们在领唱也好 我现在讲道也好 做服事也做招待也好 神要我们 献上最好的来给他 从你的内心深处 用心灵尘世来献上 来敬拜 我今天讲道 我要将最好的献给主 我这样做的话呢 神就会纪念我所做的 因为我种下的是好的 我全心学的种下 神也会纪念公义我一切 在我这一代甚至下一代 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神 所以呢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要 我们要怎么样 将我们的时间金钱才干 给上帝 将我们神给我们的时间 这些都是神的时间金钱才干是谁的 是你的啊 都是神的 我们要用这个的时间来好好的服侍神 全心全意的来服侍他 来爱他 来与他建立好的关系 不是时间我自己用 我喜欢 而聚会 我不聚会 要服侍我不得空 我要用我的时间 我要看电视 我要玩手机 我要去shopping 时间我的吗 我安排的吗 虽然圣灵感动你 我不顺服可以的吗 若是你种下这样的种子 你就看不到神的祝福 你要将你的金钱 来好好的祷告 让圣灵的带领被神用 当神的圣灵要你去祝福的时候 你要好好的顺服 你不要说钱是我的吗 我喜欢怎样就怎样用 我喜欢要怎样就怎样 你们有需求是你的事情 不关我的事 我的钱 才干也是一样 我是有才干 我是有才干玩情啊 我不得空 我要去赚钱 你们是你们的事情 将你的才干自己守住 不被神用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的例子 神要我们将我们最好的交给他 来背神来用 神才能够祝福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就将 有圣的不要的才给主 OK 好好想下你是不是这样 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不要再被这个属世的体系影响我们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在受洗的时候 你受洗的时候 你已经决定 要离开属世的体系了 你知道什么是受洗吗 受洗就是跟耶稣一起的埋葬 你起来的是一个新的生命了 你买什么 你买你以前那些属世的态度 属世的那种的性格 那种的骄傲 那种的自我 那个为己 靠己 有己的那种的生命已经埋葬了 这个是属世的 你跟耶稣洗礼从水上来的时候 你现在呢是要活着以主一样的生命 属神的生命 属神的生命是不是为己的 是不是 属神的生命不是为己的 属神的生命就是 没有自己 舍己的生命 属神的生命呢 不是将最好的留给自己 属神的生命是将最好的献给主 阿们 所以我们今天洗礼了没有 你的生命有没有活着属神的生命 有吗 若是你今天还是 为己的话 你还是活在属世的体系里面 洗礼对你来说 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所以呢我们今天洗礼过后呢 我们要不断的培养我们的生命 要活在属神的体系里面 让我们越来越好 让我们献上最好的给主 留给自己的是要的 神才是要最好的 我们要帮助一个人 我们就要尽心尽力地来帮他 我们要献上我们的金钱 我们要献上一个人 神感动你要祝福的 要给他最好的 你流连跌的时候 你要请他不是甘棒的 你要请他是猫王 或者是黑刺 现在品种最好的 阿们 甘棒送给人 黑刺自己吃 是不是 所以呢我们 主事的体系就是这样的 今天让我们好好地悔改 你既然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 你既然已经受洗了 你已经立定心智 要好好地跟随神的 就要好好地活在属神的体系里面 阿们 上帝给我们都好的 为什么我们不要给好的上帝呢 你看上帝给我们什么 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 神看这一切所造都甚好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神创造这个宇宙给我们每一个人 一切我们都可以享用 神看这一切为最好的 上好的 不是随随便便乱做的 乱做给我们用 不是的 神说一切他都check过好好的 都是最好的 给我们 而且神在诗篇告诉我们说 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顿白 要赐下恩惠与荣耀 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所以呢 从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神已经要将最好的给我们每一个人 神已经种下了好的给我们每一个人 他巴不得从我们的身上得回那好的 就是我们 他要从我们身上得回那最好的 就是我们今天神的子民 要向神献上最好的给他 Amen 尽心尽意的来爱他 服侍他 跟随他 Amen 只有这样能够得回 得到神的祝福 不然的话 我们基督的生命虽然是信主 我们活得还是很惨 我们还是不能够居上不居下 做头不做尾 我们还是不能够活着这样的生命来 我们来看 上帝不单单将万物创造好给我们 他甚至什么呢 他甚至将他自己的儿子 自己的儿子 献上为了什么 不是为自己的益处 为了是我们这一般的人 这一般有罪的人 他愿意将他的儿子舍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将万物赐给我们 使到我们因着他 因着他的爱 我们今天能够得永生 今天能够在这里来敬拜耶稣 Amen 所以耶稣连命都不要 让我们得着那最好的 所以我们要很亏欠神 若是我们还是不要爱主的话 我们说我们信主还不爱主的话 还是活在主事的体系里面 用自己的方法 用自己的能力 用自己的那种的骄傲的态度 叛逆神的话 这个真的很亏欠神 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回应神 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来爱他 Hallelujah 我希望这些话我们大家都听进去 对我讲也对你讲 我们来看神的要求 神要求以色列子民 当他献祭的时候要怎么样做 利未记二十二十八到二十 尼小玉亚伦和他子孙 并一些人说 以色列家中的人 或在以色列中寄居 凡献公务 无论是所喜的愿 是甘心献的 就是献给耶和华做番祭的十九节 要将没有禅祭的公羊 绵羊 山羊献上 如此方蒙喜悦 凡有残缺 你们不可献上 因为这不蒙喜悦 神开始在以色列子民当中 要他们献什么给他呢 就是你不要给那些烂头烂嘴的羊献上给我 要完完全全健康肥肥的 不要单眼的 不要掰脚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献给神的都先掰脚 单眼的给神 随便乱选一个 随便做 有做就好 要我做吗 我要侍奉吗 有做就好 做了就算 这种的态度是神不许的 这就是单眼掰脚的 所以今天你好好的看你自己献什么给上帝 神要的是你的心 不是神没有肥美的羊 不是神没有这一切 而是神看的是你的心 你的心若是说我爱主的话 你不敢献这个给神的 阿们 你若是随便做主公 随随便便跟随神 乱七八糟的 做了就算 有做就算 那种的态度 你就是一个不爱他的 你假如种下不爱 你得回的也是不爱的 因为你种什么 你就会得什么 我们来看 上帝悦纳最好的 创世纪第4章3到第7节 有一日该也拿地里的出产物供物献给耶和华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身的羊的子油献上 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共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 该隐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 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为什么发怒呢 你为什么变脸色呢 你若行得好 其不蒙越纳吗 你若行得不好 罪在负在你的门前 他必念慕你 你却要赐福他 从这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神越纳是最好的 两兄弟献祭 亚伯就照神的意思 将羊最肥美的献上 但是该隐怎么样 该隐就随便乱献 菜也好随便 献了就算 有献就算 也是献啊 但是神很看重 神非常的看重 他看到你做的 就知道你对他的心是怎么样的 所以神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他怨纳是亚伯的 那一个尽心尽意用心 照他的意思去做的神怨纳 反而那些随便乱做的 神去解这样的人 今天你所做的一切神悦纳吗 今天你所做的就是神的心意吗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悔改 今天神让我们听到这一些的话语 不是偶然的 神知道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 你不要以为圣灵不知道 若是你肯在神的面前认真的对你所做的那些的态度悔改的话 神今天要祝福你跟你的家 甚至你的后代 这是非常严重的 当我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再跟我自己讲 神你遗留我的生命在这个地上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年 但是在我活着有生之年 我要好好的来服侍你 我要将我的生命献上做最好的给你 主我在哪里做的不足 主啊 主啊 你去世我 我要我所做的一切 真正的被神记念 让这一切成为我们的祷告 神既然爱我们 连命都不要 我们更加要来爱他 哈利路亚 我们要学向大卫的祷告 大卫怎样祷告呢 大卫说 神啊 求你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念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二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这个恶行是什么呢 这个恶行的意思就是 你没有将最好的献给神 你做的没有贺神的心意 这就是恶行 所以呢我们今天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这位万王之王万祖之主 爱我们甚至连命都不要的 这位主的面前 我们要来到神 求神来去世我们 我们在哪里有恶行 我们在哪里所做的不合神的心意 我们没有献到最好的给他 今天在神的面前真正的认真悔改 神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有机会种好的 使他我们活着在这个地上是蒙福的 你的后代也蒙福 神也会围你看顾你 使到敌人不能够动到你 你是何等的蒙福 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 立定你的心智 好好的来爱主 侍奉他 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他 不管人怎么的改变 环境怎么的改变 你爱主的心 你要现象最好给主的 你是永远不改变的 阿们 人生没有很多的几十年 让我们活着的时候有机会服侍他 全心全意的 做最好的给主 阿们 让我们站起来 让我们不要成为 被上帝除名的人 让我们也不要成为 神不能够纪念怨恶的人 哈利路亚 神的心意是要祝福你 哈利路亚 这个时候要大家 在神的面前 你听了神的话语 很重要的 你必须要回应 不然你是白听的 你要来回应神说 主啊 你原谅我过去 对你的亏欠 你原谅我过去 随随便便的来对你 你原谅我过去 没有好好地敬畏你 神非常地恨恶那些不敬畏祂的人 神不会祝福那些随随便便 懒懒散散跟随祂的人 今天神非常地信誓 要将最好的给你 这个时候让我们仰望耶稣 主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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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们的灵 能在你光中再次兴起 主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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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的灵 灵 灵在你光中再次 让我们仰望耶稣 当我们在唱的时候仰望耶稣 让神的圣灵亲自的工作 让神的圣灵最有的隐形在我们当中 Hallelujah 噢是的主 你不要看左不要看右 你的眼目单单仰望耶稣 神要来帮助你 谁要来悦纳你的献祭 今天晚上 噢 Hallelujah 主圣灵 啊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叫我们的灵 能在你光中再次兴起 主圣灵 主圣灵 啊主圣灵 啊主圣灵 充满在这里 来充满我们 你的心 让我们 明白你所有 主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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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光照我们 哦主圣灵 啊主圣灵 成灵 啊主圣灵 主圣灵 阿主圣灵 maxim像智灵 那 band 来充满我们 你信任我们 明白你所有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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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彦彦彦 彦彦 阿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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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耶稣 是的主耶稣 主耶稣的灵在这里 主耶稣今天他应许我们 要将最好的给我们每一个人 神说的话有就是有 命令就是你 神一起祝福我们 不单单我们 连我们的后代 祂都祝福我们 神为我们抵挡那些 我们看不到的 神为我们出头 神为我们身边 今天神要你我在祂的面前 来立定我们的心智 献上最好的给祂 你愿意的话 你回应上帝 你今天你愿意立定心智 来将最好的给祂 来开始撒下好的种子 来全心全意的来 来跟随祂 服侮着祂 服侮着祂 认定祂 敬畏祂 今天让你的手给神看到 让祂称 成为蒙福的哈利路亚 神你怎样祝福亚伯拉罕 怎样纪念亚伯拉罕 同样的神今天 因着你的顺服 祂愿意的来祝福你 跟你的后代 是的耶稣哈利路亚 耶稣将每一个攻击的交托 主我们谢谢祢在我们当中 主我们谢谢祢看到我们的道 听到我们的祷告 看到我们的手 主啊这个时候我将神 圣灵的恩高 这个时候 进到每一个愿意的 弟兄姐妹的身上 领受这个恩高 让弟兄姐妹充满着能力 能够在圣灵引导之下 向神献上最好的来给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主啊谢谢祢在我们当中 来做奇妙的工作 使得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主祢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祝福我们的家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侍奉 让我们对神祢做出的回应 看到有更多的神迹 祢是透过我们的生命 来荣耀祢的名 谢谢你主耶稣 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你悦纳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将荣耀归为给这位 爱我们的主 Aleluia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Aleluia 你们有什么特别祷告 要祷告的可以出来 我将时间交给 牧师 Aleluia 让我们再给次 你热烈 在上天 做这个很高的讲道 非常很高的 很重要的 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Amen 让上帝的爱 和耶稣的怜悯 和圣经 快乐跟我们在一起 在下个星期 同样是来到这个时期上 要来这个朝鲜上 需要的可以上前来 Amen 记得今天晚上的讲道 我们可以献上最好的 Aleluia 有什么挣扎的 有什么能够做不好的 上前来 重新 立志 重新来 跟上帝 神的承诺 做最好的 Amen 上帝祝福大家 公耶稣